那通常我们可能可以用折线图来去呈现 因为它是一个漏打率 所以我们现在用折线图 好空白地方点一下 我们现在画这张折线图 来空白的地方点一下 我们来画漏真率 各年漏真率 因为漏真率 我会希望一年一个值 然后我们用折线图来去看 你就可以顺便知道它的趋势是什么 点选折线图 点了折线图咯 第三我们是不是要做这个年 是不是在出生日期二 请勾出生日期二 然后它就会自动变到轴 再来刚刚是不是有一个率 预防针第一季漏真率 所以请打勾 请用筛选 这边有没有看到筛选 我打开筛选 请选到这个年 往下的箭头展开 我要小于2021 且大于2016套用 这就是我们目前中山区健康中心 新生额第一针漏打率的一个表现情形 我可以听不懂吗 但是等于某个人 我可以听不懂 这个地方自 αυτό打钮 都满了 很多が一般的場地 有能力 自动 从这边 没没有 早就 我可以听不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